很期待你買到這個咖啡豆的時候呢 可以充足到最好的風味 比如說我的習慣是使用 細水柱剛開始的時候 但是當我想要出水柱的時候 在第二柱的開始 我可以馬上很容易去控制我要出的水柱出來 甚至它在收水的時候 其實可以乾淨俐落 不會像有個手沖物它是可能會 在震底幾乎 而今天呢我會採用的是屬於 93度的一個水 開始做沖煮 那我沖煮的粉水柱會使用16克 然後呢出入的水量是250克 那粉水柱大約落在 1比15.625左右 那首先呢我會倒入 咖啡粉 然後稍微的搖擺一下 濾杯 這樣平整於濾杯上面 接下來呢 搖歸零以後呢 93度的水開始沖煮 那沖煮的當時呢 我悶蒸的水量大約落在30克左右 那悶蒸的時間呢 我會在30秒左右 到第二段開始鑄水中 把中氣的水柱來鑄水 大概鑄水水量是100克左右 那我期待萃取的酸質與甜質 可以在這當中 可以高濃度溫萃取出來 那等到第55秒的時候呢 會比較中出的水柱方式來沖煮 那期待是調整龍蛋 也有一點方式 那採用繞圈的方式呢 我習慣是採用里外山圈的方式 最後定點 那現在就需要等到大約第55秒的時候 還做最後的一個濃度的調整 那我習慣的規律性是用身體的晃動 成為一個成為一個一個支撐 現在我們所有水量都注入完畢了 就等待所有液態流到這個下湖當中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